我最喜欢的是花钱 我喜欢打架子舞 我是我们学校中修队的主力 我感觉自己挺帅 随我啊 OK 我比我爸帅 还算是比较挺 还算是有挺没皮的 妈 妈 我买了这个衣服吧 买什么衣服呀 就是上一 多少钱呀 没多少钱啊 给你爸做的 你扣呗 老怕他瞎花呀 这也会不会有款的时候买衣服 都在网上获到付款 买衣裳 还有鞋 那货 那货都是我没收 谢谢啊 无疆的快递 你先回家 一百块钱到付 给他有时候三十啦 四十啦 最多的一百二百 我特别宠了他 就这一个孙子嘛 在花钱方面来说 大手大脚 花钱就是随便 买东西从来也不商量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大型家庭教育继播节目小鬼当家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雷 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市大兴区的庞克庄镇 这里有着西瓜之香的美誉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除了享受西瓜带来的美味之外 也享受着西瓜带给他们巨大的经济效益 由于政府正在实施大力的城乡改造 所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大多经济比较富足 我们本期小鬼当家节目的小主人公也生活在这里 那么他是谁又有着怎样的家庭故事呢 接下来就带您一起去认识一下他 中国有三亿多未成年人 用不了十年 00后的孩子们就会成为超级消费者和财富创造者 他们真的准备好了吗 如果让他们掌管家庭财务支出 会发生什么 作为一名时刻研究经济发展走向的观察者和评论人 我对每个经济现象都格外关注 20年的专业生涯 我对消费和理财观念积累了丰厚的心愿 并有着独到的见解 我是小鬼当家的理财师赵岳 让我们一起了解孩子的另一面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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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绍一下我是小鬼当家的理财师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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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快进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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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大家一起来相识 今天咱们的小鬼当家的主角 就是咱们在座的小朋友 叫吴家木同学 是吧 今天我们有一个小鬼当家的特别的规则 就是从今天开始 一个月之内 我们要剥夺我们老吴同志的你的财权 财权给谁啊 给咱们吴家木了 咱们家再花钱 甭管怎么花 都得找他要 都得找他要 他批不批 那就是他的事了 第一 由吴家木掌握本月的家庭财政大权 家庭所有支出由吴家木支配 这是你们这个月的基金 来看看 家木 基金 第二 根据以往家庭十几月支出 全家本月生活费一万元 由父母提供 哇 这么多啊 准备的非常多 有一块的有五块的 十块二十 当我把箱子打开的时候 我看那么多钱 我特别吃惊 特别激动 我之前没见过这么多钱 这个月既然他做主 那就看他的了 好吧 但是呢 同时呢咱们还有一个规矩啊 没说 没说 这钱就这么多了 你们 除此之外的支出都没了 现在 请你们把你们的银行卡都给我 咱们都零一保管 好吧 可以 第三 第三 家长和孩子 需交出所有现金 银行卡 并禁止使用其他电子支付方式 但是我感觉我还想说两句 一半个天 你喝 就算就好了 一个月了 嗯 老是点花 吴家墓的父亲从事教育工作 而母亲则是全职太太 主要负责照顾家庭 接送孩子 对于全家两万元的收入来说 拿出一万元来 让吴家墓来支配 确实下了很大决心 但是我们的主人公吴家墓 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我感觉他不可能把这笔钱 全部用在家里 他会满足自己的信用心 我计划里头就是 这些钱有三千块钱 用到我爸妈身上 我剩下的全都是我自己买东西 给他这么多 还不一信 没几天就得花完呀 我说心里也有担忧 我觉得吧 我说就得管住他点 正在家墓沉浸在自己当家 掌管财政大权的同时 父母给出了平时一个月的基本开销 饮食两千三百元 汽车油费两千元 暖气费三千元 总计七千三百元 对于一万元的经费来说 已经绰绰有余了 而家墓在自己的房间 独自面对镜头时 却说出了这样的心声 今天我得请我哥们吃饭 我得宣布一下这事 特别的开心 现在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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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无法比喻了 还请我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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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八了吧 这个 就来探吧 还来一个 六十八这个 好 那来 要吃什么 我吃这个 你吃 请你 还吃什么 到这边 到这边还不回来 没给你留钱 没有 那吃什么 又饿着呢 家里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 只要磕瓜子呗 看也不给咱们留点钱 到这边也不回来 也不知道咱们自己吃不吃喝不喝呢 你家孩子现在已经要返天了 吃饭 吃饭 那必须的 加点钱 全都我管了 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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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一小部分 不愿意天天吃了 你们吃 那咱们喝一杯吧 来来来来来 来 是我家务管钱吧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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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 干杯 过几天有办 第一天让他管钱 然后晚上 从下午五点多 就出去了 给他那么多钱 他就是一玩 就还不玩瘋了 跟着同学们 谁手机带站谁挺个人吗 我先发个短信 让我家边知道 不需要 快点按单 交口的机交口的地 我呀 那还有点 那还有一个呢 那还有一个呢 给他打了几个电话 他也是不接电话 就这么盼 就盼着他回来呀 又不发节奏 还是不请 还是挂啊 我饿了 就在家务享受着 请小伙伴们享用美食的同时 家里人 正在为一直联系不上儿子 而担忧 并且 因为家务 并没有留下晚饭的钱 一家人到现在 还没有吃上饭 那不跌不远一样的 孙众大人 当天真的很生气 特别特别的生气 特别担心 也怕他在外面出点什么其他的事情 这干嘛去了 几点就走了 出去吃饭 跟什么样 就跟一帮哥们 坐这儿 请咱们吃饭 你看我吃了什么 你吃美了 你痛美了 那跟咱们吃个饭 忘了你们了 吃也挺好的 你好了 我们呢 你爸爸多长时间都吃了 让我来让你今天吃这个 你感觉好吗 这让你管着我 管着我的钱 花多少钱呀 今天 500个 花500个 明天我还烦 明天跟同学请吃饭我 给我点钱 听不 大家还得跟你要钱 给你多少钱 至少2000啊 你500 没那么多 没那么多 让你管家 就1000 要不要 不要 太少了 不要1000都不了 自己花费了560块钱 请同学们吃的大餐 父母一同减果付的泡面 吴家木对此 并没有感到不适 就连母亲提出第二天的活动经费 也被扔下一句 爱要不要 作为结尾 事后的29天里 吴家木真的可以有效的安排好一切吗 这菜呀 肉都没了 该买了 姐夫 给奶的点钱 咱得买菜的 多少钱呀 150吧 买什么呀 弄那么多钱 买肉 买鸡蛋 得买菜 100块钱都不够 那不够 要钱也是挺费劲的 要多要点吧 他还不给 150 不够 你再管我要 要够了 那行呢 少买一点 别买那么多了 是啊 我再说一遍 多给你 100 你真口 多给多给我 我当家子没 我奶奶今天管我要那个菜 卖下来 太贵了 这什么菜都吃 太贵了 200块钱 那我玩呢 太贵了 我今天 哎呀 就给我奶奶160 我感觉这点 够我们家吃一个月 老板 买什么去了 买点菜 你可就买这么点 送着他们家 嗯 没买点肉 哎 想买点肉 跟孙子要钱 孙子不给 咱俩吃点就得了 嗯 送着就买点肉 好好吃吧 嗯 舅舅 过来 一会儿哥哥就回来了 就给你买好吃的了 听话 你一听话 不听话 就给你买了 舅舅过来 好小子 你说你哥哥上家了 什么都得靠他买了 咱们你的狗粮 也要让你哥哥给你买啊 舅舅 哎 多少钱 多一千块钱 一千块钱 一千块钱 哪去啊 家车也该加油了 那用不了一千多块钱啊 行 我就给五百六 家木 嗯 嗯 给我点钱呗 没钱 没钱 姑姑她今天还在过生日 在随后的十天里 爸爸妈妈分别要走了五百块钱油钱 五百块钱份子钱 奶奶要走了一百块钱伙食费 家木的小金虎不断在缩水 这让家木心不灭 还得买我自己的东西呢 现在我还没买呢 我得赶紧抓紧时间 我还赶紧买咯 把我自己喜欢的东西买咯 我再给她买 哎呦 这破电脑啊 快点啊 哎呦 这卡的 不在状态 呦 快进 你好快递 您好 吴家木的快递 啊 快递 啊 这是到负的 啊 四百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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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都是零钱您这是 对 没有整钱了吗 没有啊 你都瞎买什么了 这个钱呢 要做零钱 这不能老买啊 我突然坏了再买 啊吃呢 知道 谢谢您啊 哎好没事 好 再见啊 哎 哎 真 自己当家了别人 我妈 漏化 不 有时候不敢告诉他爸 就是怕他应该说应该打 他一说他一打 他我的心动我先 嗯 OK 您好看见到 对 选什么样的那样 嗯 就是快点 玩游戏快点 你大概价位呢 什么价位呢 四五千的 五千的 这款价格合适的 大的单机游戏 几乎都差不多 十个月大的单机 就是平小的一个 对 十四种 一般玩游戏 应该十五成分比较高 嗯 十五成分比较高 玩的 感觉比较好 对 全体大 都是按我的创期 嗯 嗯 那玩游戏哪种好 自己建议呢 选择 这个 你来一个 这个 按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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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款台说你手机号直接交钱 可以的 4399 四百 五百 五百 十八 二十 二二 二十 二十 二十六 二十八 一共收留的四千四 嗯 没问题吧 没问题吧 好了 没啥事了 切一下 没啥事 那边的话就行 那边有真正点吗 你早还累 一点点 再搞不好 三千杯 早好 你用点喝水 嗯 终于买来了 那 那我感觉还挺好的 要用不动 是 一支 得到最后 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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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支 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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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去那支 一支 哎呦 怎么这啊 说啊 没得能了 你这脑瓶缓用了 干什么都在卡 你再卡你得跟我们家上了一下啊 给我管家的吗 你再管家 你也不能这样啊 你买什么东西的 你买东西之前为什么不跟我们商量 我问问您 你先吃饭吧 有什么料理 料理 料理 吃饭 我感觉这种道理应该是他不需要讲的 他应该会理解我们大人的这种心情 毕竟我们三个人在家里等着他吃饭呢 我就问你 那你为什么不跟家里人说你买笔记本来拿 那你们卖时候也没跟我商量呀 我们凭什么跟你商量呢 跟你要点钱都不都费劲了吗 你还老然花这么多啊 我知道了 怪你这毛病都是 知道你这钱是怎么来的吗 那种贴心库挣来的 吃饭吧 吃什么呀 吃饭 有气呗 有气蒙吃 我都 你给那点钱都干嘛的呀 说我呢是吗 看着他着急呗 生气呀花钱乱花呀老怕的 够个人来 这什么意思 你买东西你还买 你还有理了 你还有理了什么 那你拿不吃饭呀 我有气我为什么吃呢 那你去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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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去吧 吃饭去吧 吃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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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这样 哎呦 今天我买电脑就得特别开心 买完了之后啊 哎呦 回家了 就爱一顿说呀 哎呦 就是说完了我呀 我感觉 特别委屈 哎呦 因为我这个电脑 我特别喜欢这个电脑 我买了之后 哎呦 我爸我妈妈和奶都没有支持我买 哎不开心 你是真 你 哎呦 你好 您再问你 我是那个小区物业的 应该交那个转机费 现在我手里还没有这么多钱 因为孩子现在过钱当店啊 不是你要过两天的话 可就 收那个芝拿金了 哎好的好的 那我尽快吧 对对 反正你抓紧点 行行行 好 好 再见啊 再见 博家墓 嗯 博家墓 那个那 你想着把那个去短费给我呀 什么去短费 咱们家里的 去短费 对啊 多少钱 三千啊 三千 对啊 楼上楼下 那么多 对啊 你先点吧 别忘了你带给我可以吗 好 嗯 四十斤 二十 咱们一东是交三个月的吧 对啊 我给咱们两家交一个月的钱 你要不交齐的话肯定要吃两斤知道吗 你说你就告诉人家你就告诉人家 我现在当家的没这么多钱 就现在就两千块钱 给你 我都已经给你一万块钱了 这一万块钱里面的 就包括的事就去短费了 关系没那么多钱了现在 我先给你两千吧 然后下个月等我给你再交吧 可以 行 谢谢爸 嗯 一百 一 二三 好了 我了 行 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 吴家木已经将一万人的基金花得所剩无几 连暖气费都交不起了 竟然还和朋友一起去的商场选上了衣服 你为什么有这么多零钱 都是家里给的 你可以换成那种一百一百的吗 这样拿着也不方便吗 我妈妈给我买衣服 她就会给我买那种特别便宜 特别不时尚的 特别low的一种衣服 我给她买的瞧不上 都是在网上枝干购物 买名牌 要不就潮一点的 有一次我跟我妈出去 就是买衣服逛商场 然后我妈 我说我妈你给我买点衣服吧 然后我妈就带着我去儿童城买的了 到那儿就跳 跳完了就问人家有没有最大号 那时候特别明明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12岁了 走了 好 好 结束战斗 回家 我说我今儿会 不点慢了 都不点慢了 就不点慢了 你们这出来回来 我看你买的什么东西 妈呀 我帮妈在家呢 你爸你妈还没回来呢 我看你买的什么东西 你看他妈呀 你甭看我 我看看你没事了 你不让我回来 我给你告诉你爸爸 哎呦 您甭看了 这次买的两件衣服总共花了960元 但这件事情吴家木并没有告诉父母 但又怕父母发现 无视不登三宝殿的他 罕见的下楼来到了父母的屋里 你拿去吧 玩我这刚才 坐下 哎 给你揉揉肩吧 够揉肩吧呀 够揉肩我就不生气了 啥事 出去玩回来 玩多半天了 没好事 是吧 等 给你揉揉肩 这叫无视线 您知道吗 没事 说吧 说什么呀 我也知道 说什么呀 说什么呀 你们真逗 按揉肩吧呀 这给你们揉揉肩就想吹吹腿 真孝顺呢 那必须 就这么孝顺 典型都配管屁 我感觉你有什么事 没事 没事 说吧您知道吗 是不是回来晚了 说什么呀 你们真逗 本来没事给你们吹吹腿还不愿意 行 我上去了 玩玩游戏 我感觉都是好事 转眼间半个月的时间就过去了 理财师赵岳再次来到吴家墓的家里 做一次中期的考察 看看在这半个月里 在吴家墓的掌管下 家中的财政状况变成了什么样 半个月时间过去了 家墓给我先报个账 你现在还剩多少钱 剩挺多的 那我数数行吗 行 都是零的了 就剩这点钱了是吗 半个月就剩这点钱了是吗 也没有两三千 我数了一下 这个数有点对不上 半个月就花个还剩这 这点钱是吗 现在拿着这张表到另外一个房间 把你这个月的支出 分别填在这里面来起来 半个月下来 吴家墓对自己花销的具体项目和金额 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统计 很多花销的具体数目并不清楚 但是作为每天和家墓生活在一起的我们 为吴家墓的花销进行了一个详细的统计 家中的伙食费260元 取暖费2000元 爸爸的邮费500元 妈妈的份子钱500元 自己的笔记本4400元 请同学吃饭560 买衣服960元 总计9180元 可是买衣服这笔钱 家墓的父母并不知道 并且家墓也没有告诉理财师赵岳 现在1万块钱 现在还剩下820块钱现金 但是呢 这些支出呢 我跟家墓一起对了一遍 发现呢有950块钱 对不上账 那钱都上哪了 就肯定少 我少饭了呗 但是呢我比较担心 还有15天时间 这个月才结束呢 是是 820块钱 我很好奇啊 家墓你想怎么继续花这笔钱 到目前为止啊 这笔钱还是归家墓来管 咱们还是按照咱们的规则 如此啊 还要15天 你跟我说 你钱干嘛花来了 我就买点东西 买什么东西啊 花这么多钱 我买那个 就是电脑 然后花了点 然后出去玩去 花了点 给你们花了点 钱对不上 你跟我说吧 我就是花了 花怎么花点了 花就是买电脑 然后买那个什么 买那个衣服 再找多少钱 你给我算 刚才老师带我干了 你我给你留面子 你跟我说说来 这笔钱到底干什么花了 因为什么花呢 我买衣服了 买衣服就花这么多钱是吗 就剩那点钱是吗 我怎么能够出来 我知道你这么管钱是吗 一个月 就花生 那么一点钱了 而且这个钱还对不上 你就这么花钱是吗 我就问问你 你就这么花钱是吗 去把那衣服拿 我有看看什么呀 医生 嗯 嗯 你说你怎么弄 你说你怎么弄 你不是弄他吧 这个 这什么衣服啊 是苗 这多少钱也对不上 怎么对不上 买苗 还买一毛衣 你还抵着这个抵着这个 抵着这个什么呀 还有理了 有什么理呀 我就不如买两件衣服嘛 就这个 我感觉挺好看的 我跟你妈说话呢 撂什么眼你 什么态度 我问你什么态度 当是我你都敢干 现在你都敢跟你妈乱一下是吗 现在不是知道你干嘛吗 知道吗 知道 干嘛 替罚 這麼多孤子去 蹲着去 还小多大了都 这不是刚十四么 等到我睡着 他就不是大 您总 想着他 你闷开她 快偷这儿去 我上班 放开 在她班 老站上蹲着我 那怎么样 没关系 那您 我有第二回了 我会讲进去 那我去看看 我是真服了你们了 有你们这样的吗 我这刚一教训他 你们这就给说好话 说你多少回啊 老不长记性 该歇会儿歇 他不知道那钱怎么花 他比谁心里都有苦 他给自己买了多少东西 他知道错就得了 他总知道错 他改吗 是您改是他改 我说的就让他改 我感觉他听不进去 看当初的状态 而且还是特别的心烦 买东西从来不商量 花钱从来不商量 跟你儿子还这么真小一些 该管他管了就得了 这关了多长时间 这一半可能就没有了 怎么这么过 就这一会 地区 庆堂 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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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两天 看我买的菜 这是咱们有15天吃的 东西 这种人买的什么菜 你看看什么白菜 肉锅什么的 来您看看这白菜 好多酱油什么的 这都买的什么菜 这半个月的 你怎么买这么多 你怎么买这么多 多吗 那都咱们随时随买就行了 就吃着了 要不就大白菜 契约这点嘛 咱家吃着了吗咱们家 吃啊 什么时候买过这吧咱们家 还剩两框子 这真酥 这大白菜多少钱啊 大白菜 这一个 一块六毛 是 真便宜 便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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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没点肉啊咱们 这个还有赠品 净少便宜的呗 有 错 老干妈 你爸不最爱吃的 对啊 就是这个吃吗 行了我要看 我这家是半个月的东西 我真要离家出走了 吴家墨从来没去买过菜啊 避烂吃孩子嘛 别烂吃孩子嘛 今天我去光州市去了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菜啊 和这个水果啊 真贵啊 真贵 我们家以前天天老摆水果 现在啊 一到我管家了 家里都不怎么吃水果 什么叫不怎么吃 根本就不吃水果了 因为我现在剩的钱就不多了 已经买不起水果了 难怪我奶奶天天天 老往我要钱 买菜啊 买水果啊 还有今天赚那个肉 太贵了 这牛肉跟那个羊肉和鸡肉都特别贵 所以买点猪肉回家 就吃了两天的就够了 这样呀 这钱现在越来越少了 我得找点事干呀 我得挣钱呀 我要不然我怎么养活我们家呀 就在全家人认为吴家木有了一些好的改变 懂得为家里分担和着想的时候 一次突然的家伙 再次打破了刚刚恢复的家庭氛围 谁啊 哎呀 戴老师啊 哎 您好 老师啊 咱们回来了吗 没呢 当时说还没回来呢 是吗 老师就来 我们今天三点四 哎 您好 当时老师来 八家坊 肯定就是没好事呗 当时心里 觉得很生气 最近家木表现不是特别的好 推步的比较的厉害 所以我想跟他们家长聊聊 这个 先是上课呀 这听讲现在实在成问题 这个其他的孩子呀 能认真地听讲 但是咱们家木呢 坐不住 影响其他同学学习了 我就不知道咱们的孩子呀 最新在家怎么样 每天都给作业 我说写完了吗 写完了 老师天天晚上给听单词 作业完成了吗 完成的不是特别的好 是吗 您像这个 像我的英语哈 就是糊弄那个字 我不知道您看没看 写的龙飞凤舞的 就是糊弄糊弄 糊弄糊弄完事 然后像这个理科数学什么的 基本上就是没有对的时候 他就是不上心 回家以后 今天几点放的学 今天几点放的 今天三点四五就应该放学了 现在还没回来 到现在 这都快五点了 是不是又跟孩子们 划划板去了呀 越想心里越不舒服 越生气 当时的想法就是 回来 按这儿就乒乓地 就打一顿再说 今天 学校这边又 作业又没完成 不是真糊弄 昨晚上 他还什么时候还睡 这个又 已经稳定了 这英语又没完成 单词错了 错这么多 这回来 我真得跟他说 他也没跟他说 别着急 什么孩子 你说他能干什么 好划板 陈同学 听天能为何我触定 下玩的 什么意思 回去就得滚 回来 再不然蹲马步 回来了吧 回来 你干什么去了 我出去嘞 玩的 几点放学呀 几点放在学 我问问你 你去哪玩了 我去童谣家玩了 回儿 童谣家有理了 怎么跟你说的呀 让你放学回家 放学回家 天天跟你说是吗 我去童谣家玩了会儿 玩会儿急的 是吗 我就是去同学家玩了一会儿 是吗 我就是去同学家玩了一会儿 到底去哪儿了 我出去挣钱去了 我去天江那边挣钱去了 我去天江那边挣钱去了 我谈急的 挣钱 要不然咱家吃什么呀 喝什么呀 我买点东西不是吗 咱家要不然怎么吃怎么喝呀 喝什么呀 我这不知道错了吗 所以我给你们挣点钱 哎呦 请站稳扶搜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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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d handrail 什么东西 好 太快了 再让光那整新天 在这城市的人群中 在不知不觉的一身间 有想起 你是记忆中最美的春天 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天 你相信我那样的战略 吃吧 有气呗 有气能吃 我给你买个话呢 客房给我去吧 过去去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谢谢你 今天我放学 就是直接去弹唱挣钱去了 然后我们的老师直接去我家 说了我一顿 然后 然后我爸爸也不特别不开心 然后 我回家了之后呢 然后我爸就说了我一顿 哎呦喂 我这弹唱挣钱去了 我爸还说我一顿 太不开心了 难受 相哭 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 有了切身感受的吴家木 今天又感受了挣钱的不意 让年仅14岁的他 真正懂得了养家的艰辛 而此时的父亲走进了家木的房间 虽然爸爸不能接受家木卖易养家的方式 却对儿子的改变感到欣慰 一个月转眼就过去了 理财师再次来到了家木的家里 这次的情况又会有什么改变呢 比我想象的要好啊 没事 还有这个 财瘦 还有这个一块两块的 一毛 15块零一毛 哎呀 是啊 比我想象的结果还要好一点 还剩下了15块钱零一毛 啊 这个后半个月怎么过的 这说实在了 最后这几天 我都不想回家了 哎 我说就是我管家感觉也不算太好了 想象奶奶帮我帮我都受苦了 给自己打多少分啊 60分 60分 啊 及格了啊 没饿死了 哈哈 我给打不及格 不及格 不及格 因为为什么知道吗 因为在这一个月啊 我的车钱 油钱 基本上就要了一次六百块钱 妈妈打多少分 妈妈也就寄不了格 也寄不了格 寄不了 化妆品都不让买了 嗯 还有那个逛街跟同学都逛不了 奶奶 我给他打分吧 嗯 也是不及格 那些孩子太小 第一次当家 他不知道这钱怎么花 小鬼当家 当这个家呢 其实考验的呢 不仅是咱们孩子 也是考验咱们的家长 考验咱们父母啊 是 对对对 整体家庭的这个教育问题 对 那么 第一感觉就是我们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嗯 这个家母和你们 给分别做的这个账单 把这账单最后拿到手 把这个一看 全都是给自己买的 对 而 而 你的这个账单上 米面油 肉菜 全是公共开支 对对 全是家庭的开支 父母应让小鬼参与到家庭开支计划中 让他们在家庭决策中得到尊重 其实理财过程当中也是对孩子啊 花钱 有一个意识的这样的培养 我觉得这点也特别重要 小鬼当家 一万块钱 三十天 虽然结束了 但是呢仅仅仅是一个开始 对对对 因为后面的路还很长 我希望呢 将来呢家木呢 还可以继续管钱啊 但不是管这个钱了啊 我建议啊 每个月给他花出他的零花钱 可以 零花钱一年大概多少钱 每个月多少钱 然后交给他 再管的话啊 家木 把零花钱也要做好账 嗯 包括零花钱 怎么来跟父母来提前来沟通 来告诉你你要买什么 啊 好吗 啊 父母应让小鬼每月 有数额合理的零花钱 培养他们对金钱的自我掌控能力 小鬼当家 首次做客啊 好 也希望咱们家啊 吴家木同学 在理财的本领上 再进一步啊 这一天对不起大家了 吃这个 谁让你当家呢 对 我写一个协议 嗯 我是来上大来写协议呢 那没写 君子协议 嗯 以后保证每天完成作业 父母忽视小鬼的情感 会阻碍他们培养出良好的财商 如果他们的需求被尊重 大多数就不会大手大脚的乱花钱 吃饭吧 嗯 嗯 行了成 这就达成果实了啊 就温馨了吧 这个 好事儿吧 好 走 吃饭吃饭 吃饭了啊 好 好 好 改变了 我知道他对我 是真爱我 他一直是以一种爸爸的 心理状态来教育 而不是用 就是 用平等的心态 就是用哥们之间的话 然后来跟我沟通 我真的 我希望 我爸呢 能真心的 真跟我 真心的跟我 就是用 哥们之间的话 来跟我沟通 跟我 跟我 跟我交流 张伍 爸爸真的很爱你 很爱你 以前对你的原力 苛刻 只是想 让你尽快地成长 爸爸 谢谢你一直 对我的鼓励 然后让我去 嗯 带我去风雨无阻的 学鼓 嗯 学吉他 学架子舞 学 学跳舞 我真 真心的谢谢你 不管你以后 去工作 还是去 上学 爸爸 绝对是你一个坚强的后盾 爸爸永远 以你为骄傲 一天 走在深圳 是人群中 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 有消息 一时却许久 在这一瞬间 有笑容 依然如外相 在转流 无稀的 出望的 身材 飞 吴家木的单家生活已经结束了 但是他的故事呢 带给我们很多的思考 他大手大脚 宴请同学 正是青春期正在建立的社交概念 他热衷和追逐电子产品 正是他接触和认知社会的一种体现 他的前半个月生活过得很土豪 后半个月的生活呢 过得却很结局 其实青春期的孩子大抵都如此 他们有着很多的愿望 但是明显眼高手低 不具备一些深映的能力 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时期 我们的父母更应该智慧和耐心的加以领导和关注 好了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如果您的家庭也有类似的困扰 那么请和我们的节目取得联系 本期节目到这里 希望本期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